又到小測時間了 那問最簡單的事情 Carmen先問吧 是 《一四同工法科名之遣》 為什麼呢? 是… 旺讀書 為什麼? 推介旺讀書 《一四》是吉星 《四》是文昌星 是,那《一》呢? 因為《一》是水 《四》就是木 水生木 所以就可以生我的文昌 對的,傳宗 太好了 太好了 好,那就是Amber 二和五 誰代表男人,誰代表女人 最不吉利 二是女人不吉利 五是男人不吉利 沒錯,對的 好呢 五和五是不同的 簡單 想像你了 是 三、七,穿心殺 三和七 為什麼穿心殺 三和七是什麼關係呢? 三是爭鬥 六就是… 七是什麼? 七是… 武曲 武曲 對,因為武曲和爭鬥 就打架了 七是破軍拆聲 六是武曲 對,那所以呢? 三是三璧之遊聲 是七和三,不是六和三 是嗎? 我和男人都聽錯了 三、七叫做心殺 三與七 是 是 官妃重視 七與三 就是破財 然後官妃被人偷東西 我記得了 謝謝你提醒我 報告讀書 當當 簡單一點… 風水麻煩… 六八相遇是什麼? 六八相遇就是主母科法職 我不是叫你讀書 主母科法職 八相遇… 六從六… 怎麼解釋呢? 土生金 土生金關什麼事? 不是 土生金,所以… 八和七都是土生金 六是… 六是武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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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六是武曲 是武曲 那是重點 六是武曲 八生六是身旺你的武曲 所以是韜力榮身 意圖作甲 有升職的意思 對… 對… 就算對 太好了… 起立 是 請坐… 請坐… 今堂是全堂教運用 因為是基本知識 你不懂得也好 我都當你陪伴滾瓜爛熟 是不是? 我們要做什麼? 蜆蜆 蜆蜆 有蜆蜆,一定是主見 蜆蜆蜆 同堂也是蜆蜆 蜆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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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蜆�蜆�蜆������� 信就是神信字 七就代替了 七就是耕有,身就代替了神信字 有就代替了信 七是陽陰陰,得出山挨星是陰 不是,那就是七、六、五、四、三、二、一、九、八 那這個拳就甩拳開 那這個九就丙五丁代替了甩拳開 五就代替了拳,陽陰陰,得出這個 向挨星都是陰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那上童教你的那些呢 六、八、相遇,吉了,是不是 五、七遇到一,土生金、金生水 這個五王發揮不到作用 五是土嘛,七是金嘛 一是水嘛,所以你的腦子要轉快一點 一、三、五 水生木、木、黑土 那這個生又一來激怒 五王二來就生亡了爭鬥星 三、五就是木、土、桑、黑 八、一,雖然兩個都是吉星 就是土金雙黑 不是,土水雙黑 九二,九子火生亡了二黑土 四、六就是金黑木 二、四就是木、黑土 那裡面的重點呢 最緊要就是看右邊向星的五王二黑 那這個家裡永遠的五王二黑 那這間屋的二黑在正東 好,這間屋的五王看正南 為什麼看向星不是看山星的? 向星是冷的,山星是靜的 那有時山星黑向星,有時向星黑山星 那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榴槤星 這個是靜的 這個是冷的 靜的,你不動它,它沒事的 所以我剛才說了 有理氣而無形殺不嚴 如果外面這個五王 剛好它有動土的在南方 這樣才會有嚴重問題出現 那這間屋的五王它外面又沒事的 它又不是有抽氣線 又不是門口 它就沒事了,是封牆來的 就沒事了 那榴槤星就冷了 那榴槤我們最重要要留意 五王 二黑 三壁 快要加上七尺 為什麼快要加上七尺 因為九雲 七尺是空星 對,死星不是空星 死星是死星 然後變回七尺了 那豆舌,這個五王在西北 那你就要看回圓局的西北 對,圓局西北是八百土 那這個五王遇到八百土 土看到土是什麼 身王殺死死是什麼 黃 黃 那是不是五王在西北 在這間屋更加黃 那就是不好 不好,那就要化解 那五王有什麼化解 銅錢 銅錢 銅錢,音樂盒,靈 所有金屬發出聲音的東西 然後二黑 在正東,圓局已經二黑 是不是 今年又二黑 那兩個一重疊在那裡 九脂肪還生旺了二黑土 那你就又要化解 金到三,在東南 圓局是一 一泥熟是什麼 水 三呢 木 那有什麼關係 水深木 是不是生旺了爭鬥星 所以這個東南方 你的艾加就更厲害 所以剛好它的榴槤星 在那些位置 都是加強了它圓局的壞位的情況 那它就會變成 冷就容易出事了 就一定要化解了 其他位置都要看的 六和七 六是金,七是金 六和七是膠劍煞 用什麼化解? 水 用水去化解 搞定這四個空位了,對不對? 其他要留意什麼? 一看到三可以不化解 八看到五 圓局就會化解 因為這個圓局 我當然要化解 不用加東西 四看到九 木生火,生旺它 六看到七 又是什麼? 膠劍煞 又是膠劍煞 所以又要放水去化解 九看到四 四是什麼? 火燒木 木 火燒木,木生火 不是火燒木 我意思是火燒木 木就是旺盛 火旺盛 木是乖乖 木生火 是火燒木的氣 木怎麼會旺盛呢? 水生木就是木旺盛 木生火 四件九是什麼? 火燒火 火燒有什麼用? 喜慶更加,結婚 四與九就是利喜慶 這是吉位 每年看這個就化解了 什麼時候用座星呢? 座星很少用 座星,看看圓焗 我給你一些例子就明白了 圓焗有時候 二五五黃一蝶林很重要 一定要圓焗化解 如果你住在八雲 座子是五的 是不是房子有兩個五黃二黑? 是 五黃二黑的圓焗 在圓焗裡面一定要化解 因為五黃一蝶林 叫做選主重病 可能這個圓焗 就已經要用金去化解 這個圓焗要用金去化解 這個是什麼? 宅 座子向五 含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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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筋 鎮 順 脖子 還 stood 鎮 衡 sebelum 首先看到言 baba 是什麼位置? 上下爬 буде 什麼? 這其實很厲害 關鍵 綠瑟 綠瑟 這是 玉米 階閎 和開 你要付清楚 什麼都能記得 這些 看見到 肯坤 絕命 中牙 絕命 哄見你 復慧 延年 延年 哄見到信 生氣 哄見到震 中下牙五鬼 中下牙 天衣… 就是在訓練腦子, 有點不燙 對, 你的腦子真的要… 所以要再訓練一點 我的腦子要跳很多級腳 訓練多一點 哄見到筋 真是 上中 上中 真的不貴… 這個腹位我們不用計算了 我剛才不是說 我躺著這裡, 書房在這裡 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那個綠莎 你躺著財位 我躺著財位, 書房是桃花位 然後我這個本來是主人房 我不睡覺, 做了衣帽間 究竟是天衣的力量大一點 還是二黑五黃的力量大一點 這個二黑五黃的力量大一點 選主重病 這個天衣的廚屋身體最好的位置 一套風水說廚屋身體最好的位置 一套風水說最壞的位置 對, 那要跟誰才對 就是這個 我的經驗就告訴大家 一定是以這個為主 這個就是貼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要買師傅的書 原來當然很麻煩 很麻煩 我教你的仇演有程序 先學八爪, 再學九宮飛步 然後懂得九宮飛星 現在教你九宮飛星 再加上榴槤星, 怎麼看 這個還沒教完 下半部分就看榴槤星了 好… 先休一會 原來無論是好的屋子或壞的屋子 有時候榴槤好一點, 榴槤差一點 接著這個二黑五黃加重化解 二黑五黃我以前是不化解的 因為以前我走運的時候 每次五黃二黑到門 就特別利偏才 所以如果你年輕的走運, 我不化解 不走運就一定要化解